记者蔡张胜新竹报道,台大医院新竹分院一名男性护理师早上无故没去上班,院方前往租屋处了解,赫然发现倒在地上弃绝多时,一旁还有尸打过的镇定剂米达坐轮,检警初步怀疑是偷走院方的药剂反家尸打,却因过量而暴毙,将调查院方管控流程是否出问题。 检警调查,这名二十多岁的那颗男护理师早上因为没请假也没上班,电话没接听,护理常发现有异于是前往其租屋处查看,赫然发现到卧在客厅地板弃绝多时,由于脚边发现注射过的针筒,检查垃圾桶中赫然有医院的管制药物镇定剂域肌肉松弛剂,检方率法医相验时, 发现死者手臂有针孔痕迹,初步怀疑可能注射镇定剂成瘾,加上一次尸打过量才会猝死。 尽管家属对死因没有意见,检方仍只是抽取死者血液,进一步做毒药物鉴定。 检方初步认为,护理师擅似将院方管制药物带回家中尸打,怀疑院方的内部控管可能出了问题。 将进一步调查,院方则表示,已经展开内部调查,希望能找出管制药品外流的原因,初步认定死者的确是以不当方式将管制药物带出院区,将会漏页深入了解。 前行指出,密达作伦,Domicon又称宿眠胺,主要用为治疗及性发作,中度至重度的失眠,即进行医疗程序前指导引证境。 即失忆的安眠作用,是一种镇静安眠药,短效镇静剂,会使人产生睡意,降低焦虑,不易形成新的记忆,也被使用在癫痫治疗上。 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局规之于第四级管制药品,一般两支真剂的药量就可能让人昏迷,且使用上需要医生处方并非可自行取得的成药。